喔 我在瞧角度了 這樣比較好是不是 然後上面開 哈囉大家好我是蘇珊 如果你們有關注我的Story 就知道今天是什麼影片了 對的今天的影片就是森林福島的系列 然後上一集的森林福島呢 就有網友建議我把這個福島 改成雞湯會比較好 因為福島是屬於比較專業的 然後我覺得 滿對的 我就把這名字改成森林雞湯 所以從今天開始這個系列就叫森林雞湯 然後我會把除名字都換回來 然後我今天講話可能會有一點不太好 因為我待在橡皮筋啊 在這個現代的階段 會比較割肉一點 就是有點大舌頭 因為它一直割我肉 所以講話有點辛苦 好了廢話不多說 那我們現在開始吧 第一個問題 分手的該怎麼放下 如果是分手的話 我是滿建議大家是用 時間慢慢的讓它忘記 真的就只是時間而已 因為你一直想要去忘記這件事情 其實相反的 你會一直去記得 明白我在講什麼嗎 就是我要忘記它 我要忘記它 我要忘記它 在你腦海裡想著我要忘記它的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是在記得它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真正的忘記是 隨著時間慢慢慢慢的忘記 這才叫真正的忘記 你一直逼著自己忘記的話 那個是叫記得 不是忘記 第二個問題 分手之後要怎麼調適自己重新振作 我明白那種像是身邊的那種伴侶在一起了很久 然後已經像是親人家人這樣 每一天都會見面啊 在生活上已經沒辦法割捨了 要怎麼去調適自己 其實也就是像它 在它還沒有來過之前 你就是一個人度過的 所以在它走之後 我覺得 我們是可以去適應自己一個人的 所以像我上一題講了這樣 不要去一直讓自己去記得放下它這件事情 而是讓時間慢慢的陪你過 就是我明白任何人開導你 就是激勵你 教你不要難過 你這些話也是聽不進去的 你可以去做一些 可能之前跟它在一起 沒有辦法做的事情 或者是你之前沒有時間去做的事情 你現在反而更多時間 有個人自己的me time的時候 然後可以讓這些事情去忘記你的傷痛啊 分手那種難過 我是會這樣子去調適自己的啦 就是可能把專注力放在某一個地方 慢慢去調適 在自己難過胡思亂想的時候 應該自己消化還是和另一半分享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和另外一半分享 因為我覺得 畢竟我們在一起啊 我們就是要共同的分擔彼此的喜怒哀樂啊 如果你沒有試著跟你的另一半分享你的難過 你也不知道 其實它是不是有更好的解決方式給你 可能另一半會給你不同樣的思考方式 或者是不同樣的答案 可以開竅咧 我是覺得可以啊 所以我覺得我們已經交了一個霸鳥 應該跟他分享一些我們自己的喜怒哀樂 不愛了但是沒勇氣說分手 我是建議你勇敢的去說分手啊 不要讓你的勇敢變成了你的自私 然後去傷害別人 因為你也沒有勇氣再浪費你另一半的時間 那真的是太自私了 可是你們好好的分手 你們還有更多時間去找可能適合自己的另一半 但是你因為這樣沒有勇氣說分手的話 就是害了自己也害了對方啊 畢竟不愛了的話再怎麼樣 結果還是這樣是分手的 你不如把這個分手往前推是不是 好下一題 女朋友要我以他為中心很霸道 什麼也不讓我做遊戲也不讓我玩 該怎麼辦 其實之前就有很多人會問我這樣的問題 就是男朋友很愛打遊戲啊 或者是不喜歡男朋友打遊戲 請問我會怎麼做 其實我是很可以讓男朋友去打遊戲的 因為我覺得他今天沒有因為他的遊戲 去耽誤他的工作啊 還是不傷勁這樣子 我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都會有他消除壓力的方式 就是我男朋友消除壓力的方式 就是打遊戲 會讓他很開心 不會那麼多煩惱 我們女生也是會有很多釋放壓力的方式啊 像是光潔啊 看戲啊 看韓劇啊 如果有一天你的男朋友不讓你光潔 不讓你看劇的話 你是不是也會不開心 所以我覺得很多女生可以站在男生的角度 去想這件事情啊 但是如果有一天他因為打遊戲而不上鏡 然後整天耗在那邊打遊戲 我是不可以接受的 但反之如果他工作那些方面上都是很OK的話 我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覺得女生你們可以看一下那個情況 去阻止別人做喜歡的事情啦 好 下一題 難道就真的遇不到自己喜歡也喜歡自己的人嗎 感覺很難 其實我有點不太明白為什麼很多人都會很想要 戀愛這種事情 因為我覺得我從我嘴巴講出來這件事情有點不合理啦 但是我們到了一個年紀 一定會遇到對的人 我好像沒有資格講這種話 可能你單身你看著別人 可能談戀愛你會很想要交往 如果有一天自己衝動了的話 講到一個不適合自己的人 是不是會更麻煩一點 所以我真的覺得是順其自然按不就般的 慢慢去遇到你的另一半 我好像沒有資格講這一題 好 下一題 理性知道彼此不適合但感情放不下很不捨 一直好困擾 其實不知道你的不適合是屬於哪一種不適合咧 因為你已經有提及到你感情放不下 代表那份愛還是在有的 已經理性知道是不是因為 就算有那份愛也磨合不了 然後不適合在一起 你應該是這種情況 如果你是這種情況的話 就是我之前有看過一個故事 就是一個老夫妻他們因為牙膏而離婚 就是老婆婆很不喜歡老爺爺擠牙膏的方式 講了很久很久都不願意聽也不願意改 然後他們就因為這件事情而離婚了 一開始我聽到這個故事我也是 What 為什麼就是一個牙膏而已 就是一個芝麻綠豆的小事 為什麼這樣子就要離婚 可是老奶奶離婚過後是很開心的 他不用一早起床啊看到那個牙膏幾不對的方式 他心裡不爽不舒服 他也不用因為這件事情一直跟老爺爺鬥嘴啊吵架啊 然後他每一天都很開心 他覺得離婚過後對他的生活太滿意了 其實你跟那個人適合不適合在一起 其實已經是有關係到你往後的生活會是怎樣的 就是我相信大家的談戀愛都應該是很認真的在談 就是有想過要可能結婚啊這樣子的 就是現在的階段已經確定不適合很不開心的話 倒不如我們不要糾纏 不要讓以後也那麼辛苦 因為我對以後的生活是很有憧憬的 我一定要以後是幸福的 我就是有一個很這樣子的打算 我會很希望我跟另外一班是很合適 然後簡簡單單的幸福這樣子我覺得就夠了 所以這個問題的話我覺得你的理性應該已經告知到你會怎麼做 那麼你就去做吧 對於女生主動有什麼看法會不會不矜持或掉價 對於這種觀點我還是有點想不通 為什麼女生主動就是不矜持 因為我們女生也是有追求自己的幸福的權利吧 為什麼女生主動去掌握自己的幸福的時候就會被講不矜持 男生就可以很得體嗎 我就是屬於那種會倒追別人的人 對我就是有倒追過別人 雖然沒有追成功 但就是一個悔意這樣不行嗎 我倒覺得女生就是有權利去這樣子做啊 不用想 不用去想別人會講你什麼 我們女生就是可以去主動 你自己的幸福當然要你自己主動啊 不然坐在那邊等別人給你啊 不要再有這種想法了 各位朋友們 如何面對長永的幼稚 就是從以前到現在都會很多人問我 為什麼長永那麼幼稚你還是可以接受他 因為在鏡頭的前面他表現的就是他幼稚那一面 他還是有成熟穩重的時候 還是有一些思考的時候 他不是24小時都那麼幼稚的 如果24小時都那麼幼稚的話 我早就甩他了好不好 可是就是他因為有這份幼稚 無形中讓我的生活也會很快樂 可以一起玩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蠻幼稚的啦 我自己也覺得 所以我們兩個人一起的話 都是比較屬於玩鬧型啊 打鬧的 就是真的會打架的那一種 打鬧起來是很認真的 但是也是開心的 他雖然是很幼稚 但是他幼稚的時候會讓怒氣衝天的我喔 一下子就被鬥笑了 就是他的那一種幼稚在我這裡的話 我是還蠻開心的啦 他不只幼稚啊 他還有在做他的工作這樣子 其實我蠻建議大家 你們可以試著去看見對方的優點 而不是緊緊抓住對方的缺點 因為其實老實說 覺得沒有一個人真的是完美的 你也不可能完美的 讓他一點都不嫌棄你吧 其實很多時候啊 你會想 對方不嫌棄你 不是因為你夠好 而是他願意保容你 其實我也不是那麼的懂事的 我還是以前也只會嫌棄他 只看得到他的優點 但是我會覺得啊那樣好辛苦 然後我會去反思 我會去想 欸其實我自己也沒那麼好啊 為什麼我還要一直抓住他的缺點 他都沒有抓住我的缺點一直不放啊 所以有時候真的要去好好反省 自己其實自己也真的不太完美的 我們大家都不太完美的 我們做得到的話 就去包容別人的缺點 自己也會開心 因為 時不時別人可能也在包容我們的缺點 但我們不知道啊 所以相處知道就是包容很重要 好的今天也回答的差不多啦 然後有一些朋友們呢 還是沒有在看我的影片 然後 還是 臭犀利 不要太大 就是呢還是發到很陨藏的問題 我已經有在上一部影片 有講過不要發太陨藏的問題 還有住民不要太陨藏 還是有人發了四五六七八個格給我 看到直冒冷汗 然後也有人提議下一篇喜歡可以是友情篇 所以 下一篇Stay tuned會是友情篇喔 你們要關注我的Instagram 然後我會隨時發問問題 如果你們覺得我的分享對你們非常有用的話 把這支影片 share出去給其他人吧 好的今天就到這裡 這樣子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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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不會再拍一張 我們會不會再拍一張 再拍一張 快點